2004年11月的一个深夜 美国德克萨斯州 一名女教师一山不整惨死荒野 而导致她惨死的原因 却是因为她毫无防备的善良 在她生前的时候 凶手15岁的女儿拿枪指着她 亲眼目睹她与凶手发生关系 但她留给世间的最后一句话 居然是希望上帝保佑这名邪恶的女孩 2004年11月23日 距离感恩节还有两天时间 而美国德克萨斯州的阿拉莫高地 已经有了很浓厚的节日氛围 然而在阿拉莫高地的罗宾斯学院里 原定于中午举行的感恩节餐会 却出了些麻烦 原本要为大家分发火机的学院创始人 首席教师 戴安蒂利迟迟没有出现 大家也无法联系到她 要知道在过往的工作中 戴安从未有过迟到和缺席 即使临时有事 她也会及时打电话向同事们说明 所以戴安的这次失联实在有些反常 渐渐的同事们的心情从焦急转为担忧 由于戴安是一名58岁的独居女性 她们开始担心戴安是不是遭遇了什么不测 于是同事们还是先报了警 警方在接到报警电话后 赶到了戴安的家 然而警方并没有在戴安家中找到她 不仅如此戴安的车也不见了 她的家也被翻得乱七八糟 显然是有人曾在这里找过什么 因此警方怀疑戴安有遭遇绑架勒索的可能 紧接着警方立即调查了戴安的车和银行卡的使用情况 很快警方在当地郊区的一处田野里 发现了戴安已被烧毁的车辆 而戴安的银行卡则从22日晚上起发生过多次取款交易 警方通过调取ATM机的监控录像 发现了从银行卡中取钱的两名嫌疑人 其中一位是一名30岁左右的男子 而另一位则是一名看起来只有十几岁的女孩 在锁定了嫌疑人之后 警方立即展开了调查行动 很快他们在一处汽车旅馆的停车场中 找到了监控中出现的男人 被找到时 男子的身上还带着一把登记在戴安名下的手枪 而那名十几岁的女孩 也在他登记入住的汽车旅馆房间内被找到了 除此之外 警方还在房间内发现了 戴安的银行卡 笔记本电脑等财物 紧接着 警方很快查识了男子和女孩的身份 男子名叫罗尼乔尼尔 现年33岁 是一个有过多次入狱经历的混混 而那个女孩则是他的亲生女儿 名叫扑尔科鲁兹 刚刚年满15岁 因为怀疑二人涉嫌绑架戴安 警方对他们实施了抓捕 由于在二人被捕时 距离戴安失踪还不到24小时 而警方在戴安家中 也没有发现明显的打斗痕迹或血迹 因此 警方推测戴安很可能还活着 为了尽早找到戴安 警方立即对二人展开了审讯 首先是罗尼 面对警察的问询 罗尼并不承认自己绑架了戴安 罗尼声称自己在前一天晚上路过一个洗车点时 发现有一辆装满财物的车停在那里 由于那辆车车门没关 车钥匙也在 于是自己建财起义 把车开走了 后来罗尼看到新闻里说 警方正在寻找那辆车 就把车开到荒野里烧掉了 当罗尼被警方问道 为什么可以用戴安的银行卡取钱的时候 罗尼则告诉警方 他开走那辆车的时候 银行卡就放在车里 并且旁边就有一张写着密码的纸条 所以他才有机会从银行卡上取钱 这样的供述对警方来说实在太荒谬了 但是虽然知道他在说谎 可警方目前掌握的证据 也无法证明就是罗尼实施了抢劫 于是警方便将希望寄托在了破尔身上 不过在整个审讯过程中 破尔却始终保持沉默 不愿开口 二人拒不合作的态度 让案情变得十分棘手 案件的调查工作也一度陷入了僵局 警方意识到戴安的遭遇 可能比他们想象的更糟 不然二人也不会对戴安的去向守口如瓶 幸运的是 案情在十天后终于迎来了转机 在经历了漫长的审讯后 经受不住压力的破尔终于开口了 他表示自己愿意告诉警方戴安的去向 也愿意指认罗尼 但破尔的条件是希望自己可以转为污点证人 在警方答应了他的要求后 这起案件的真相 才终于在破尔的叙述中被披露了出来 在案发前 戴安蒂利是一名对生活充满热情的教师 他的善良和宽厚 却使他创立了罗宾斯学院 这是一所针对高风险学生的高中 在这里 戴安每天都需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学生 但戴安始终相信 只要自己给予正确的引导 每一个坏孩子都有机会获得成功 戴安的慷慨和无私感染了身边的每一个人 对很多问题学生来说 戴安就像是一位慈祥的母亲 为他们排忧解难 对戴安的同事们来说 戴安更是学校的灵魂人物 她始终是全体教职工的向导 然而戴安富裕的经济水平和善良的性格 还是吸引了一些不怀好意的人 罗尼就是其中的一位 在案发不久前 罗尼还是一位失业人员 她在为她的割草业务分发传单时遇到了戴安 在向戴安做自我介绍的时候 罗尼声称自己是一名可怜的单身父亲 如果没有人愿意雇佣她 她的女儿普尔就会没钱继续读书了 不仅如此 普尔的温饱甚至都会成问题 在了解了罗尼妇女的窘迫之后 戴安决定雇佣罗尼 让罗尼来打理她家的花园 为了表达对普尔的关怀 戴安甚至当即送了一套鞦韆给罗尼 并请她将鞦韆带给普尔 于是罗尼借此机会 向戴安提出要带着普尔上门道谢 而戴安也欣然同意了罗尼的请求 在与戴安交谈时 罗尼看上去被她的慷慨深深打动了 可事实上 罗尼的这次闲谈是蓄谋已久的 所以到戴安开始 就已经计划着要把这个独居女人的钱 据为己有了 为了顺利取得戴安的信任 罗尼对戴安大谈特谈女儿的不幸 在获得了这份工作之后 罗尼又将女儿普尔介绍了给戴安 让二人渐渐熟络了起来 善良又热心的戴安 自然又是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对待普尔 然而她没有想到的是 正是这个孩子让自己陷入到了危险之中 2004年11月22日晚上7点半 普尔敲开了戴安的门 她以车辆抛锚 需要借用电话为由 顺利地进入了戴安家 让戴安没想到的是 普尔一进门 就用罗尼给她的手枪对准了戴安 并将等在侧门的罗尼放了进来 罗尼在进门后 很快将戴安绑了起来 同时命令普尔拿着枪看住戴安 自己则开始在戴安家里东翻西找 并将所有值钱的东西洗劫一空 在翻找财务的过程中 罗尼找到了戴安的银行卡 她逼问戴安说出银行卡密码 于是戴安便给了罗尼一个错误的密码 罗尼信冲冲地去取钱 却连一分钱也取不出来 这让她愤怒不已 于是罗尼威胁戴安 如果戴安再骗她 她就会打死戴安的猫 戴安只好向罗尼妥协 说出了自己真正的银行卡密码 然而令戴安没想到的是 拿到钱的罗尼还是不满足 她看着无法反抗的戴安 又新生了一个邪恶的想法 紧接着 罗尼将戴安带到了楼上的卧室 她将戴安的双手绑在了背后 并在戴安的头上罩上了枕套 然后在卧室里侵犯了戴安 而在罗尼侵犯戴安的过程中 扑尔就站在一旁 按照罗尼的指示用枪指着戴安 以防戴安逃跑或者伤害罗尼 在侵犯结束后 罗尼将所有的财物搬上了车 并将只穿了一件T恤的戴安 也塞进了车里 在他们逃窜到一处远离城市的田野后 罗尼将戴安赶下了车 并用一把口径为.357的手枪连开五枪 结束了戴安的生命 让人唏嘘的是 戴安留给世间的最后一句话 并不是请求罗尼饶自己一命 而是向上帝祷告保佑破尔 在破尔招供后的第二天 警方在圣安东尼奥东北部 贝萨尔县的一处灌木丛下 找到了戴安的遗体 之后警方在案发现场发现的物证 和遗体的尸检报告 也都印证了破尔的供词 在完整的证据链面前 罗尼的谎言显得苍白而无力 在罗尼和破尔正式被捕后 案件的真相也紧接着被媒体披露了出来 不过 人们在谴责罗尼的同时 也提出了诸多疑问 为什么一个父亲在发案时会带着自己的女儿 并让他参与犯罪 这个年仅15岁的女孩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才会让戴安在临终前为他祈祷呢 破尔于1989年出生于一个混乱的家庭 破尔的父亲罗尼是警局的常客 因此 破尔自出生起就没见过父亲罗尼 因为罗尼一直在监狱里服刑 更为不幸的是 破尔的母亲爱丽莎史丹丽 也是一个私生活混乱的女人 她曾先后与不同的对象生育了大约10个孩子 由于她的孩子中只有破尔是混血儿 因此破尔从小就很不受母亲的待见 后来由于不能为孩子提供正常的照顾 破尔的母亲被剥夺了所有孩子的监护权 在此之后 破尔便一直跟着祖母安妮派恩生活 在破尔13岁的时候 罗尼终于出狱了 然而父亲的归来 并没有给破尔带来温馨的家庭 恰恰相反的是 她的噩梦也随着罗尼到来了 罗尼在出狱不久之后便侵犯了破尔 为了满足自己购买违禁品的需要 罗尼甚至在高速公路 沿线租了一家廉价的汽车旅馆 每到周五 她都会逼迫自己的女儿破尔 向其他成年男性卖身 更加离谱的是 破尔的祖母对这件事也知情 不过 她并没有谴责自己的儿子 也没有对破尔进行过什么保护 就仿佛让破尔卖春 只是一件平常的小事 年幼的破尔似乎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她不喜欢这样畸形病态的生活 但她也不知道什么才是好的 正常的生活 于是 破尔开始频繁地离家出走 但她最后往往又会回到父亲的身边 因为破尔也不知道离开父亲之后 自己该到哪里去 渐渐地 破尔开始变得麻木 她对罗尼的话言听计从 并且在罗尼的带领下 开始喝酒并吸食为禁品 当罗尼提出抢劫戴安的计划时 破尔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了 罗尼在当着破尔的面侵犯戴安时 破尔甚至都没有同情戴安的遭遇 她的心中充斥着的都是对戴安的嫉妒 更令警方感到震惊的是 在案发后的一次例行身体检查中 警方发现年仅15岁的破尔居然怀孕了 而DNA鉴定结果显示 胎儿的父亲正是他的父亲罗尼 破尔的境遇一经曝光 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讨论 让许多人感到疑惑的是 破尔的境遇这么糟糕 儿童保护机构就没有向他伸出援手吗 事实上 因为常常离家出走 破尔已经成了贝萨尔县儿童保护服务中心的老熟人 中心也曾调查过破尔是否遭受了严重虐待 不过中心的调查结果认为 破尔的处境不算太糟 至少不属于那种高风险的类型 因此中心拒绝将破尔收归国家监护 直到案发前 工作人员还在破尔的亲属中 为破尔寻找适合照顾他的对象 显然儿童保护服务中心 并没有发现破尔的真实遭遇 如果他们能够及时向破尔伸出援手 破尔便也不会一步步误入歧途 并最终协助自己的父亲作案 因此在案件发生后 失职的儿童保护服务中心 也成了民众诟病的对象 然而这起案件造成的悲剧已经无法挽回 破尔的前半生已经被父亲摧毁 而戴安的人生也被终止在了那个寂静的夜晚 2006年2月21日 德克萨斯州第226区法院 正式宣布了本案的审判结果 罗尼被判处死刑 而破尔则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2010年6月12日 在等待再次上诉开庭时 罗尼在狱中自我了结 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并为这起案件画下了句点 在这桩惨案中 戴安的遭遇无疑是最令人感到心痛的 他的宽厚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 就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戴安甚至都还在坚守 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的人生宗旨 戴安正如罗宾斯学院为他所写的道词那样 是永不磨灭的伟大魂灵 罗尼无疑已经为他的贪婪和丑恶付出了代价 不知道正在狱中的破尔 是否有为他犯下的过错而感到后悔呢 对于这桩案件 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讨论 如果喜欢咱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订阅频道哦 打开小铃铛 第一时间接收上新消息 感谢收看本期超级侦探 听离奇案件 平百味人生 我们下期再见